然後可以上網做事,很快 但其實這個世界的機器 未做到所有機器都可以,一開機就上網 或者你未必可以任何地方可以上網 例如你如果用某些台,可能一程車已經有幾次線 或者你去到一些比較失代的環境 地牢或者搭電梯的時候已經有線 接著你未必可以做回你之前做的事 即是可能跟導演走的樣子之類 這個我想Google說是想推運動法 可能思路方面比較前衛 我想第一,當所有機器都可以一開機就上網 應該封面不一切,很容易 好,到今天它的主角了 這個其實我會覺得是兩個 即是之前普通Linux優化 或者是加一些普通少少的雲端搜尋 和一個空間1OS全雲端應用的混合體 其實它基本上都是一個Linux 由以前的Lokia的MIMO4和5 跟著就跟Intel的Mobin Mobin就是Intel推的Mobile Linux standard 他們兩個選工公司 應該怎樣呢 就覺得可以合作 合作就把Mobin和Mimo做了拍戲 就變成Migo Migo其實它會用在兩個地方可以 用在Netbook也可以 用在Mobile phone或者MID的器材也可以 只需要它用不同的類似Skin 它用一個Core配上不同的User Experience 我們叫做UX 就可以適合不同的器材 用相同的application 即是譬如同一個app 放在Netbook上一個樣子 放在Phone上 或者MID上一個樣子 其實developed的方便很多 寫兩個app 或Lokbook加個Phone 然後有Core Netbook Unix Netbook Unix 和Mobile Unix Mobile Unix Mobile Unix應該上個禮拜 推出了第一個 For Angular的preview 應該Q4 即今年年底 可能會有一個beta 這樣出 希望這麼多Q4支持 會比較像Netbook Optimizer的Linux 它會放棄了原本的Start Menu 或者一層層的Menu 變成一個Task Oriented 什麼叫做Task Oriented 如果你慣用一些 用那些Smartphone都知道 你不會找一個Start Menu 然後下面 辦公 然後下面Word Excel之類 這樣去開一個app出來 有可能是我要傳訊息 接著它就告訴你 你傳給誰 接著按那個人 可能它就想用E-mail傳 用Facebook傳 還是IM傳之類 這種我們叫做Task Oriented 就是任務為主 又是任務為主導的一個操作 會比較適合手提的裝置 待會這裡可以看看 因為它是一個混合體 其實它會有本地應用 就是IM部分 可能是一個Local App 不是用Rack Office它就會用Rack的Office 或者你裝一些簡單的 本地Office都可以 還有你可以登錄一些社交網站 或者其他例如Facebook 或者Twitter 那些去做和人溝通 如果文件都回到本地 又可以用一些本地的Document Viewer 例如我現在做Presenter 是用這個 兩樣都會有 兩樣都會支援 不只是偏向Local或者雲端 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混合體 在世界未準備好全部的東西都混亂之前 其實這個應該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那接下來呢 我會 展示一下剛才說的三種 Mobile OS 出來 等等 這個Ubuntu 10.04 一個叫Netbook Remix版 那其實它 對 那基本上如果你 有時候玩過這個Movement 我喜歡此類 其實這個版本 就是它只有一邊 就有個Menu 那Menu裡面 就 如果你用開Ubuntu 基本上就是 和Ubuntu的Menu一樣的 那你一按了它 它就會 列入Menu裡面的內容 那 那... 那... 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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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 就是Title Bar那樣東西 它就包括Title和Cancel 按右鍵就有minimized 而這邊呢 也是基本上排滿了Panel裡面的東西 但它那個其實也有些不就手 因為這個兩個都是時間來的 但基本上是比較困難去弄走 特別是這個Netbook那麼小的時候 你就可以定走它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1-2-1 就是鼓勵你把東西定上云端 按這個呢 就會出去 這個設計也是 如阿輝所說 你一按它就是maximize 它也是盡量鼓勵你不要monitor 雖然是可以monitor 你可以不斷按些東西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的底部是一直跟著 那基本上要先說到這麼多 這個就是給大家有個feel 還有其實你看到特色呢 就是它通常會比較 會比較接近一個 touch screen的 的限制模式 你會見到它不需要 它經常做這種Android的動作 可能你按start menu 可能要到nose 一路跟著它去爬層下層 它就不會用那種方法 就是不會整個tree用 因為其實有部分 會用touch screen 或者是handheld device MID 你都會用這些